据香港媒体最新消息 12月12日下午涉及迷幻饭局事件 23位明星在湾仔开记者会 徐豪盈、何朝仪、李灿村、叶佩文等陪同律师一同出席 会上何朝仪、徐豪盈发表律师声明 表示对爆料人黄浩将采取法律措施 重点包括 一、黄浩所讲言论 例如有已婚女人失吻非其丈夫之男一人 有吸毒行为等及连日来各种行为都是恶意诋毁 二、事件从头到尾都是蓄于捏造 三、事件形势黄浩对当晚饭局发起人陈维尊 投诉其台湾一品花雕鸡试图多收账款 四、黄浩行为可视作公然诽谤甚至损害性虚假 至此迷幻饭局事件愈发扑朔迷离 库六网宇温宿地将为您持续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